在日本竟然买了一栋40年的老房子 大家猜一猜啊 在日本大阪市中心 买一个这么旧的一户线要花多少 咱们进去看看里面长啥样 这老房子竟然还装了一个 智能加热温水高配马桶 右手边是一个厨房 这边是一个洗脸池 这里面是 哎呀一口方方正正的大铁锅 这地板嘎吱嘎吱的响 都感觉要塌下去了 厨房的左边是一个榻榻米的房间 再往里走竟然还套了一个小卧室 咱们上二楼看一看 左边又是一个榻榻米卧室 这纸糊的窗户破成这样 这外面还有个小阳台可以晾衣服 对面又是一个榻榻米房间 还以为结束了 结果万万没想到 这里面又套了一个小卧室 大家看 邻居已经在晒太阳了 妙三 最后我这朋友说 他要花12个W给他精装修一下 有点期待成品效果 这样的日本40年的老一户建 武士一厅 地铁步行两分钟 永久产权900万日币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酱油推荐指数 6块钱 6块钱一颗大白菜 在中国多少钱 在中国好像是 在长春已经50多了吧 哎